旅游这么频繁的事情 对于伸脏者来说却一点都不频繁 想到一连串的难题 出游计划还没开始就已经打消念头 车商为了让伸脏朋友也能完成梦想 推出免费试程体验计划 今年是我受伤的满20年 然后我想要送给自己的一个 重生的生日礼物就是 就穿婚纱做宣传幕 只要有无障碍扶持车 伸脏朋友就能够轻松上下车 最新的家人也不用费心帮忙 只要几分钟的时间就能够出发旅行 广播节目主持人雅如 也因此而遗远少女的童话旅程 载着他出游的司机 一样是伸脏朋友 让这段旅途别具意义 看他这样子可以完成 他的一个少女的一个梦想 然后我觉得是说 我真的有这台车 真的可以服务他非常的棒 非常的有价值 透过无障碍扶持车 让家中有行动不变成员的家庭 也能够轻松开心出游 国产车业者为了让照顾者 与被照顾者一样能享受台湾的好山好水 推出无障碍车款 要帮需要的家庭 一元出游的梦想 三天新闻林无父李瑞成 台北报道